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发酵的面团不小心就变酸了 特别容易发过头 那发过头的面团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小技巧给你 保证蒸出来的馒头 也是又香又甜,一点也不会酸 像这个面团就是典型发过了 用手戳动 特别容易塌陷 而且面团扯一扯,特别的松 一点筋性都没有 就像一擦烂泥一样 我们在案板上倒出来一些食用键 这里也有一个小技巧 先把碱面用刀子像这样给它刮一下 刮得更加光滑细腻 才不会出现碱的颗粒状 吃起来才会更发酷 然后再加一些干面粉进去 搅和均匀 这会儿再把面团拿过来揉 慢慢的把面粉全都揉进去 这样揉出来的面团才不会出现简割的 揉好以后分享第二个小技巧 揉搓排气 我们像这样 把面团给它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以后给它折叠起来 再次搓长 把面团揉搓光滑 然后用擀面杖像这样给它轻轻按压 按薄以后给它折叠起来再次按压 重复两到三次 我们把面团给它揉起来 像这样揉到表面特别光滑就可以了 我们切开来看看 横切面特别的光滑平整 连一点气孔都没有 这样我们的排气就做好了 这些小技巧你都记住了吗 这里是百味厨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